接下來我們看一個小小的日本的影片 教你酒精燈的使用 酒精燈 燃料 漏斗 火柴 再來 鑷子 酒精燈 那你把它擺在一個平穩的地方 然後那個燈芯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到這裡說五公里 然後呢要有 把燈芯要泡好 中的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檢查一下有沒有破裂有沒有破損 我跟你講說要裝八分滿滿對不對 太少了 拿出來 放個漏斗添加 剛才教的對不對 漏斗添加 就要你旁邊不要放一些有的沒的容易燒起來的玩意兒 這個他做一個我們不會做的事情 然後用火柴點燃 然後用火柴點燃 打火機點燃 這個時候我們不會做 把他弄掉 這個時候我們沒有做 好 接近他就燒著了 靠近他就點起來了 靠近他就點起來了 好 然後位置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那個火焰的 上面下來一點點的地方 去加熱 好 我們來把它熄滅 用燈罩蓋熄 不要用嘴巴吹 他這樣你就是太長時間怎麼樣的做的 這個我們基本上也不會碰到 這樣你全部都冷完就再收起來 不要燒燒的就開始弄 OK 再設一次重要事項 平穩 燈心不要太長也不要太短 酒精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然後確定他是好的沒有裂料 裝七八分滿 用肉斗添加酒精 好周圍要乾淨不要容易燒著 好 應該這個意思我剛剛沒有記錯 然後點燃用酒采點燃 靠近他就點起來了 好看來狀況 然後放好加熱 慢慢的移動 不要牙起來搖晃 什麼之類的 然後再在腎上面 下一點點的地方去加熱 然後用燈罩蓋熄 不要用嘴巴吹 不要用嘴巴吹 然後呢 這個我們碰不到啦 就是使用太長 今天不用換 要怎麼樣怎麼樣 好這就是 日本的實驗影片 告訴各位酒精針的使用 就是我們剛才已經 教過的 講過的話 OK嗎 OK 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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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